据我们查证确实曾经有在分局他的宿舍过夜过一次 那这个部分也查识了 那他也坦诚 建议内政部警政署可与记过两次即列为教育辅导对象 并以换暴奉核定改掉本局警务参非主管职务 主动分局郭前分局长确实有与民众不正常感情交往情形 且经巡据后坦诚不会 郭元身为重要警职不能谨守奋计严重违反纪律要求 本局自为政经与痛心 立即建议内政部警政署可与记过两次即列为教育辅导对象 并以换暴奉核定改掉本局警务参非主管职务 同时依规定追究相关主管管考核监督不受责任 本局局长亦暴署自行处分 据我们了解的是在去年间他们的交往情绪都在台北市 那实际交往的内容部分 这个我们就由当事人主动来做处理 这我们就不对在说明 据我们查证确实曾经有在分局他的宿舍过夜过一次 那这个部分也查实了 那他也坦诚 郭前分局长是在去年111年的2月间 和派横山分局长 并在今年的2月初改掉逐东分局分局长职务 那本案在调查过程中 那郭文元也表示他个人做错事 他愿意接受一切的处分 并深感对不起警察局对不起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